公祥剧评《法正先锋6》第十一集 谭博女儿为了劳力士手表回到香港 不笑女人是太气人 part.01 第一部分 上一集 谭博的案子虽然破了 但是剧情还是被水了一大半 这一大半水的剧情就是水了 傅嘉丽是个不合格的妈妈 不称职的妈妈 袁伟豪一开始的照顾 时间久了 在傅嘉丽这就变成了理所当然了 自己的工作重要 孩子的运动会不重要 然后自己去不了 叫袁伟豪去 难道袁伟豪作为警察不忙吗 不需要破谭博的案子吗 傅嘉丽这个人设是真的不讨喜 谭博的案子现在是破了 但是还有一些尾巴的工作要处理 就是谭博的尸体 还有谭博的老婆的尸体 于是这集安排了谭博的女儿出现 但是女儿出现是为了一块劳力士手表 对父母的死 她一点感觉都没 你说是不是很不孝顺 很气人 第二部分 外人都知道 谭博和自己老婆两个人是为了陪伴 老婆是得了晚期癌症 回到家里看到谭博上吊死了 误以为是自杀 于是自己也烧探殉情 这是一对悲剧的老人 也是很爱对方的夫妻 可是自己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自己去美国 平时不过问父母 妈妈的电话也不接 对于自己的妈妈的死 爸爸的死 都没有任何的感觉 说不孝还是亲了 就如同黄宗泽坐在那期的最后 对袁伟豪 蔡杰说 树欲尽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 这个道理都懂 但是有些人就是不懂 不要跟这种人再说什么了 于是大家就离开了 现实中这种子女也不少 啃老啃的也是很让人气愤的 所以这段安排的剧情 就是体现了现代社会中很多的年轻人 总觉得父母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自己从来不孝顺父母 不感恩父母的一点一滴的付出 这样鲜明的对比 在下一个场景 就体现出来了孝顺的女儿是怎样的 蔡杰来到医院 一位老人正在抢救 然后抢救无效死亡 自己的女儿穿着护士的工作服来到的时候 老人已经死去 而这位老人就是蔡杰的老师 这个女护士是老人的女儿 part.03 第三部分 你看 导演这里穿插一段不孝顺女人设的目的 就是让观众对比下蔡杰的感恩 蔡杰对老师的孝顺 这都不是今生女儿 却还那么孝顺 那么感恩 这才是一个人应该要有的平德 可惜 那个不孝女士真的没有我 这段剧情用了差不多十分钟去讲述 所以我觉得可以挑出来聊聊 毕竟你让我说整部剧的话 我觉得吐槽点太多 更何况 现在我都没当这部局势法证了 不孝女人设和蔡杰感恩的剧情结束后 就开始期待新的案情发生了 新的案情果然是之前我猜到的 跟蒋祖曼有关的 因为蒋祖曼跟马来西亚的李先生的纠葛 这个案子就是蒋祖曼说自己没开车 但是他的车被开出去撞李先生了 所以现在蒋祖曼要自证清白 自己真的没撞人 真的没开车 真的没出去过 而黄宗泽是不是可以成为时间证人呢 导演故弄玄虚 不告诉我们是谁撞的李先生 就是想让大家继续追下去 因为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不可能监控 一路上都拍不到这个人的脸的 现在到处都是监控 要查不会需要问是不是你做的 证据就可以找到 而且警察也不能单凭表面的这些证据 就认定是蒋祖曼干的